3BS聊國際呢 今天我們要帶你來看到 是全球的這個貧富差距 似乎越來越擴大 出現M型化的趨勢 而且這種狀況非常明顯 我們先來關心到有錢的部分 現在全球的有錢人富豪們 似乎是越來越有錢 越來越富 因為呢上億的美元富豪 20年竟然翻倍 而台北有幾個人呢 82個人 我們先來看到這個調查報告 2023年這個億美元的這個富豪報告 全球總共有多少人呢 28420人他們的財富是達到了1億美元以上 比去年增加了12% 而且如果你跟2003年來做比較的話 哇在這20年當中就翻了一倍的人數 主要呢反映的是 低利率助長全球資產的價格暴漲 等於說這些人都是用錢滾錢的方式 達到了巨富的等級 我們來看到哪些城市人最多呢 包括紐約市是775人 再來是舊金山的灣區 第四名是倫敦 以及第五名是北京 至於台灣的部分呢 要來看到的是排名第39 總共是82個人 而且從這個排行大家來看一下的話 就能發現說在亞洲地區的漲勢 是非常驚人的 尤其排名上升的幅度 是非常的快速也非常的多 但是我們來看到社會的另外一個層面 就是相對來說 很多人在京劇上是比較結局的 尤其在加拿大 加拿大現在爆發了遊民潮 為什麼 因為房價真的太貴了 這個加拿大人口第二多的省份呢 它這幾年出現了非常多 比較困難的情況 包括是之前我們知道的疫情 還有移民的移入 都導致當地的人口大增 人口增房子相對來說 需求就會比較多 所以房屋就面臨的嚴重短缺 光是在2018年到2022年 很多人他們買不起房子 租不起房子 因此可能就到街頭去流浪去睡了 遊民人數是增加了44% 而且很多的加拿大的總理杜魯道 他們也說了其實住房短缺到 其實你有錢也不一定租得到 所以等於說這在當地變成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如果我們再從其他的數據來看的話 加拿大預估有將近70萬人是 沒有辦法支付高的房租被趕出去了 而且生活成本的增加 通貨成本的上升 基本上也讓他們更陷入一種 惡性的循環當中 反貧窮組織就說了 他們現在走向的是人道主義危機 所以說綜觀全球 可以發現說窮者越窮 富者越富的狀況 恐怕還是需要相關的政策來做調節 不過回到台灣我們來看到 其實在加拿大很多人是房價貴到租不起買不起 在台灣或許大家也會有這樣子的感覺 尤其對年輕人來說 不過現在隨著新清安房貸在8月份上路之後 寄出了更高更多的額度補貼 也讓購屋的意願大增 增加多少呢 將近八成之多 這間房子它是位於在內湖的星雲重劃區 那本物件的它全狀坪數是19.6坪 加上一個機械車位 位在內湖星雲重劃區 屋齡20年的兩房中古屋 19.6坪總價2000多萬 三面採光通風家生活機能好 像這種小宅是不少年輕手購族的首選 為了減輕小資族首購族的買房壓力 政府推出新清安貸款 房貸利率下調到1.775% 貸款金額提高至千萬元 還款期限也同步放寬 增加青年的購屋意願 就是貸書在簽啊 包含我自己遇到的客人啊 其實尤其是在青年 30歲到40歲這個年齡層 不管是在台北市或是新北市 這樣的量體是突然暴增蠻多的 貸款的條件現在可以拉到40年 那貸款的條件又可以拉到1000萬 那舊的清安貸款它只能貸800萬 那個貸款年限它可能沒辦法到40年這樣 所以這個的條件是比較多族群上會選擇的 新清安貸款帶動買房熱潮 8月份六都建物買賣移轉動數 月增率年增率都同步正成長 尤其是低總價的中古屋 及相對平價的蛋白區人氣大增 新清安房貸上路後 可以減輕首購族的房貸負擔 就有房中業者調查發現民眾的購物意願 是增加了近八成 而在貸款年限上選擇40年期的是近三成 顯示高房價下也考驗交費者的房貸負擔能力 根據財政部截至八月底的統計數字來看 新清安貸款上路一個月後 八大行庫單月撥款金額167.86億元 跟七月相比超過一倍 受理的申請量八月有六千多件 更是七月份的三倍以上 無論是戶數還是金額都雙雙成帳 很多民眾想買房子 但是過去因為沒有一個良好的政策 來刺激鼓勵他們買房子 等到利多政策出來 剛好天時地利人和 所以大家一鼓腦就趕快衝出去買房子 造成新清安房貸的申請數量爆棚 全台灣的買期確實是有明顯的成長 八月份的整個成交量 其實成交量是有回溫 跟新清安貸款專案也有關係 但是另一方面其實 也就是說打草房的所有的因素 利空因素都已經動化了 所以我們看看這一波這樣子 這一兩年的打草房 基本上假性需求已經沒有了 但是已經達到剛性需求了 但是這些剛性需求 等待已經很久了 就一直要急迫的等著要買房子 所以現在應用新清安專案貸款的 大部分都是急迫性的 那又因為有貸款的優惠 所以它當然要搶先 地緣性的買盤它就慢慢的歸對 政策升級也讓有購屋計畫的民眾 加速進場 伺機剛性需求的買盤出現 對房市有明顯的拉抬作用 但專家提醒 政策推動有效期只有三年 越晚申請補貼期限就越短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說它只有三年 它不是常態性的 讓人家的感覺是在選前 臨時又弄一個短期的政策 這個有一點讓人家覺得是 在政策買票的嫌疑 所以無論如何 當然它正面會大於負面 但是也就是說另外一個結果 間接的結果的影響就是 低總價它又更下不來 因為這個需求供需上 低總價的供需上 在成物市場的供需上 還是有一些急迫性的需求比較強 所以變成供需上比較吃緊 新清安貸款效應仍在發酵中 但這種長期貸款的形式 首購族也要量力而為 以免成為巫奴 TVBS新聞 何佳洋 顏瑞生 劉彥宣 台北採訪報導 不過也有很多人說 我一定要買到房子 我才要生小孩 現在包括低生育率 當然是政府必須要來面對 而且來控制一個問題 但是大家很好奇說 砸錢了為什麼還是沒有用呢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我們先來看到台灣 中華民國的情況 在2022年的時候 中華民國就是3.9萬的出生人口 換算成生育率的話就0.87 而對比韓國呢 其實過去也推動了非常多的生育補助 如果你換算成台幣的話 就是6.5兆了 但是去年的生育率 竟然比台灣更低喔 就0.78 所以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很明顯就不是錢的問題了 因為主要還是工作跟家庭 真的是非常難以兼顧 所以到底如何平衡工作跟家庭 就變成尤其是女性非常重要 必須要來衡量的一個問題 主要是生育可能會影響到女性的質疑發展 所以女生可能會覺得 我就先拼工作 等到工作穩定了 我再生小孩 但是這個時間點 恐怕會稍微的晚一點點 所以更多的責任可能 不只是政府 企業也非常重要 企業你到底能不能營造一個 給員工安全感 適合生育的職場就非常重要 或許呢 才有辦法來鬆動 來改善所謂的少子化的情況 所以我們就來看到搭山支持可以工作 美國方面是怎麼做 其實美國很多企業 都是非常鼓勵員工 在生活家庭 以及在職場上取得平衡 像是Walmart零售的企業 他們就說了 他們會提供生育的評估 基因的檢測 還有生育的護理福利 甚至孕婦也可以代薪產假 延到22週非常多 而且新手爸媽 這個代薪的孕婦也增加到12週 Apple的部分的話 只是提供了女性員工的動亂補助 多到2萬美元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整個社會的 對嬰兒友善的設施 但現在也有賣場 他的相關設施出現了問題 媽媽試圖搬開無障礙廁所的門 爸爸蹲在地上 用螺絲起子打開總開關 聽到門另一邊不斷傳來哭聲更焦急了 但還是告訴自己一定要冷靜 因為他們一歲三個月的小孩 就被困在裡面 他這個門就自己關起來 然後我們是 本能是我跟我老公兩個人都手去擋 想說會不會擋的時候 他自己會有個防禦機制門 會自己就可以被我們打開 但是沒有 一關起來馬上打哭 因為我們那個年紀的小孩 他身邊有看到爸媽 是不是馬上打哭 就在地鐵空間 而且裡面很熱 國慶日連假一家三口 到新北市新店一間商場內的遊樂場玩 中途為了幫小孩換尿布 才剛把推車推進無障礙廁所後 門就突然關起來 小孩受困15分鐘 父母到處跑到處求救 好不容易接到螺絲起子 但也沒用 然後我本來一定要打19 因為沒有人可以負責這件事情 就是找不到任何窗口 然後後來我老公去找到一個門 他用力踹把那個門撞開 有個縫 才把那個門扳開來 小孩被救出來後哭到全身汗金魂未定 父母質疑認為門其實早就故障了 卻沒有張貼任何標語 控訴事後遭踢皮球 沒得到任何答覆 回到現場 目前這間廁所已經在修復中 禁止使用 沒有任何的房呆房家機制 造成一歲的小朋友受困後 業者還推委給捷運公司 放假出遊 遇到恐怖插曲 做父母的怎能不心疼 只能安慰自己 好險小孩 平安無事 TVB新聞綜合報導 TVBS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